今天是最近山 2023年的5月26日 天气还是有些凉 我还是穿着这个大棉袄 已经习惯了 有很多人穿半袖衫 我觉得我会感冒的 穿半袖衫的话 昨天晚上还是没睡觉 最近两三年 基本上晚上都不睡了 睡眠不足 休息的时候好好补补觉 因为按照国内的时差来生活 这让自己觉得身心错位 这种状态并不好 昨天看着我姐 在用一个水管 在冲她的车 最近不是没开车吗 这是棕榈树的叶子被吹掉了 有点眩晕 耳朵又一直听不见 所以开车不安全 好像她把车从地下车库开上来 她说时间长了 没有开有尘土了吧 冲一下好像是吧 希望她能够 工作方面换一个青春的工作吧 无形的压力太大了 承接着好多矛盾的最终解决 这种感觉并不好 对身体不好 可能别人会觉得 这个工作挺体面 挺有权力 但是她自己的感觉 对身心的损伤还挺大的 这个跟轮椅上面放着一个什么东西 在这啥 这边挺热闹 这边 这块又弄一个摊位 卖的这些水果块什么的 这边人们从 公交站点 地铁口出来 多热闹 这边是不是像国内 人气特别棒啊 这边 美国这边很少见的 四十八路公交车 美国这边很少见的这种景象 其实啊 这种生活的气息很浓啊 各个种族在这儿 大杂烩 昨天晚上回来之后 把剩的大米饭倒点水 热了一下 剩的牛奶喝了 吃了香蕉 又生着吃了两个甜椒 彩椒吧 那椒 就算是晚餐了 菜很多 但是没时间做 新兰花也变成黄色 现在又可能又 要变黑了吧 它那个籽啊 都哗啦哗啦往下掉了 一开始是绿色的嘛 后来慢慢变黄 成熟了 它那个籽都脱落了 在美国 这几年 熟悉了各种食物腐烂的过程 在国内的时候 是断然没有这样的机会的 因为没等食物腐烂的 可能就吃掉了 那美国这边就不是 说一些菜啊 水果啊 包括肉啊 怎么坏的 长什么样的梅菌般 自己都熟悉了 也是一种人生 阅历吧 这边在卖东西摆摊 这是华人的相貌店 今天多云 是休息现在是更重要的 显然是比工作还重要啊 北面 北面的双肩背 美国这边好多 日本的车 韩国的什么北面牌的双肩背和衣服啊 我这个也是韩国的北面牌的这个双肩背 这个人他这个用这种的 代替一条腿的行走啊 跪在上面这样往前滑着走啊 我还见过那种绑在腿上 那种仿制的小腿啊 仿制的小腿啊 小腿可能骨折了 弯着膝盖 像跪着一样 然后绑着一个金属的东西 一走一走的像小腿一样 所以能够灵活自主的行走 真是很不容易 开屋 Flooring Supply 加州木头地板供应 这个小车 是做木头地板的 那行吧 昨天想收拾屋子 但是 美固子上收拾 前天收拾了 并且在屋子的两个地方放着沾书板 其中一个是床脚那个地方 因为好几次渔光里看着有老鼠搜的一下 从那个床脚的顺着那个垫子往上爬 我那个床以前有那种弹簧的那种垫子 特别软特别厚那种的 我觉得太难受 我就把它拿掉了 我不喜欢睡软床啊 把那个垫子戳在墙角 就是做一个隔音吧 跟隔壁这个老头老太太做个隔音得了 那个老鼠呢 顺着那个垫子的边蹭蹭蹭 爬得特别快啊 跟贼一样 老鼠这个东西很奇怪啊 没什么事 他也就蹭蹭下来跑 他从来 很少大大方方的在那走 是吧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 在刷漆的这个隔儿 垃圾清运车 昨天是到了 这边也在刷这个涂鸦吧 昨天倒垃圾的日子 但是我并没有倒垃圾啊 这个人腿上盖个毯子 再保暖 路边的这个 冷漠的这种烧烤摊 有 红灯 红灯 从这儿起着走呢 从这儿切着走啊 一种圆葱的味儿啊 奇形 怪状 行 反正这边充足了 感觉头脑相对清醒 现在已经 把生活解作调整的 尽可能完美了 只能 尽可能 这边在施工 这边 没在头盔今天 没在头盔 再见 拜拜 拜拜 我怎么见到施工禁区了 施工禁区 施工的禁区 自行车放在这儿 锁在这儿 自行车 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放自行车的地方 哈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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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碌的街道